华为落实出售旗下荣耀手机品牌 由深圳市国次委全资设立的 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 连同30多间荣耀代理商及经销商全面收购 而百度方面也是传来了并购YY的消息 科网市场的频频交易将如何左右市场情绪呢 相关问题我们立即来连线 会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 徐先生上午好 主持人早上好 此次我们看到华为正式出手荣耀的业务 那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 华为计划将完全撤出手机市场吗 您会如何来解读华为此次的操作呢 首先我们知道华为 它其实在手机市场的份额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它的三条产品线 包括Mate产品线P系列以及现在这个荣耀 那么相对来讲呢 荣耀是面向中低端的 以年轻人为主的这样一个品牌 那么荣耀系列呢 实际上在2019年的市场的份额还在第四 那么增长有13%左右 那么在现阶段呢 华为因为受到美国这个科技方面的封杀 那么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公用链方面的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 能够剥离荣耀呢 实际上对华为呢 也是减轻了一定的负担 那么反观这个收购方啊 可能各大供销商啊 轻销商可能认为呢 可能收购了这个荣耀之后呢 可能会减轻这个 硬片对美国方面进行控制的这样一些压力啊 因为我们看到 今年以来的这个高通啊 联发科等等的芯片供应呢 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如果说我们完全波引出来之后呢 可能荣耀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那不排除呢 荣耀将来可能也有一个 不见把品牌的这个价值值得向上提高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呢 华为还是保留了最主要的这个 这个Mate系列和P系列产品 所以说对华为来讲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商业举措 那么在这个荣耀系列产品 估值还比较好的情况下 把它出售呢 实际上对华为是非常有利的 那我们看到呢 这次收购方呢 深圳的这个执行信呢 执行信呢 实际上是由深圳国资委控股的 那么深圳国资委呢 是占了大部分的股东 所以说呢 虽然说有30多个经销商参与其中呢 但实际上更大部分的资产呢 是收归了国有国资方面 那么从这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 说这个到底是对这个华为 是否会有会在形象上 或者说在中美科技战 这样一个教育的场面上 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呢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反观这一方面呢 实际上华为的产品线 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们知道呢 最近呢 这个美国在主建一个六级集团 我们知道5G现在在竞争的路口如荼 但是美国已经在 制定新的6G的标准 很多大型企业 包括现在的科网巨头都在参与 那么华为呢 现在是无意识受到了排挤 可能被排斥在外 所以从这个方面呢 其实华为的各大产品线呢 实际上是过于复杂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它如果能把一些网络设备啊 基站啊以及手机啊等等 进行逐步的剥离和分拆 实际上对华为来讲 其实在进攻层面上是更加有利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 非常战略宏观性的一个问题 可能华为内部也在考虑 当然牵扯到在中美科技战的局面下 中国方面也在有一定的考量 对我们认为华为分拆 其他业务的这个可能性呢 将来可能还会陆续而来 另外我们也看到消息啊 百度将以约36亿美元现金收购 国内视频娱乐直播平台 YY直播 那针对国内两大知名互联网平台 此次的收购交易啊 您有怎样的一个点评 是不是还会看好它未来的一个发展 实际上其实我们认为 百度这次的收购呢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举措 我们知道呢 百度曾经是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 阿里腾讯和百度 但是百度在这几年来讲的话 发展率是落后的非常多 虽然说近几年来呢 百度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 进行了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研发 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呢 是深不可测 很多时候呢 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呢 往往是见不到非常有明确的效益 不管是说经济效益 还是说实际科研突破的 这样一些效果都很难看到 所以百度呢 也是陷入了人工智能 开发的这样一个拟招之中 那么在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YY呢 它是一个面向 年轻人的一个社交娱乐平台 或者说它有它的直播业务啊 网红这个培训啊 孵化啊 以及说这个营销网上的这个营销玩法等等方面 它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可以落地的这个实际业务 那百度呢 通过和它的对接呢 可以更加的把它的自己的流量进行导入过来之后 做一些实际可以变现 或者说实际有更大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些业务 那包括说百度之前巨额投资的这个营销制呢 可能在这个直播平台 包括在这个这个网红孵化 网红培训啊 经纪人等等方面 都有一定的这个应用价值 所以我们认为百度这一招呢 实际上是走的还是非常对的 因为实际上最终呢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最终的这个互联网 已经在和人类的遗失住行进行紧密的对接 那么尤其是在娱乐这块 腾讯是越做越大 那么在于这个游戏娱乐不行的话 在其他方面的娱乐呢 百度可能还有自己一定的发展空间 所以从这方面考量呢 我们认为呢 这是可能是百度发动的 对这个腾讯和阿里的新的一轮挑战 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支焦点企业呢 当属特斯拉了 那么标普道琼指数公司 昨天也是宣布 特斯拉将会在12月21号开盘前 纳入标普500指数 那么根据周一收盘价来看呢 特斯拉加入之后 将会成为标普500指数当中 市值前十大企业之一 而特斯拉在昨天盘后 股价也是应声大涨 近13% 那么这将会为特斯拉未来 带来多少红利是否意味着 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声浪了呢 我们知道实际上 这个股票加入 这个标准普通指数的要求 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只要是在这个 三大股票交易所 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交易所 CBOE交易所 交易上市的 甚至超过82亿美元的 能够连续四个季度盈利的话 就可以加入 那我们知道特斯拉实际上 已经是第五个季度盈利了 那么之前在第四个季度盈利的时候 市场就有利息 它会被加入 但实际上是没有 因为实际上 这个特斯拉加入 这个标准普通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我们知道 它将成为历史上 这个市值最大的加入企业 那么它现在的市值 实际上是3900亿美元 那么这就意味着 大量的被动的基金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index基金 以及这个ETF等等 都要进行一些换码 那么现在市场公布是说 在12月21号把特斯拉加入 目前还在征求 公众意见是一阶段 还是分两阶段加入 当然这个会造成说 有一支股票被排除 那么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或流出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实际上特斯拉 特斯拉是这个近期科技股 领涨的一个龙头股 那么大家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妖股 因为特斯拉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特斯拉的股市 也是远远超出了很多投资人的预期 那么在华尔街 我们也知道有巨额的资金 这个上百亿美元的资金 也在做空这个股票 当然做涨可能更多 因为现在实际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了 那么特斯拉它一直宣称说 自己的估值比较高 就是说在于它的一个 非常大的增长性 第二个是在于说 它的业务实际上是涵盖方方面面的 包括电池 包括增压器 包括非常充敬的自动驾驶系统 那么在特斯拉的带动下 实际上很多企业 包括像中国的蔚燃等等 一些新型电动汽车行业 包括清燃料汽车行业 都涨的是急犬升天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现象 实际上在股市出现泡沫的情况 是非常常见的 当一个比较优质的股票 它的成长确实很好的时候 往往能带动一大批股票的 这个股票上涨 那么但是说 加入这个标准普洱之后 这是一个重大率好 盘后上涨了13% 那这个是否会成为一个转机呢 我们认为其实还是值得大家去警惕的 可能利好之后 可能就是有一些利空散货的 大家还要小心 明白 也是提醒大家 保持一个审慎谨慎的一个态度了 好的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先跟Michael聊到这里 感谢Michael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谢谢您 好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